除了这个导致了全球的价值链 开始产生了分流 也就是很多的产业就从中国移出来了 那么也会产生价值链的一个重整 以贸易战为主轴发表演讲 国发会主委陈美龄表示 贸易战已经带动台湾伺服器 网通设备等业者回流 将高阶产能以及资源带回台湾 这波台商的回流 有助于我们的产业的转型跟升级 我们的看法是三连是个关键 这些高富家家族跟高阶的商品刷回来的我们家 那些低阶家的刷来的 刷来的我们现在新南向的感染这些国家 电子五哥有四哥在桃园 所以他们都是常常回来 到现在像伺服器高阶的产品 大概就成长20% 7月6日正好是美中贸易战开打满一周年 这场大战牵动全球经贸秩序 有专家评估后续将演变为金融货币战 后面发生金融战货币战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它不是一个短期的事件 它可能是一个长期所谓两国战略对抗的大结构 而且它不是纯粹经贸科技而已 再往深入里面谈它可能包含这个中心思想 那意识形态 而在6月份中国大陆人民银行行长易刚表示 人民币没有红线 外界解读可能会允许人民币跌破期 不排除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人民币上面 它透过贬值来强化它的出口竞争 有一种双面认就是万一没有办法把这个资金给管理好 会造成资金的比较大的外逃 专家表示贸易战是两国结构性差异 投资人布局要以长期的角度去看待 未来美中贸易战依旧是牵动全球股汇市的最大议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 钟月亭 台湾台北采访播放